30題31題是題組 小潔利用頻率適合的打點計時器 在移動的紙袋上留下清晰的記號 如下圖所示 紙袋上的單位均為公分 是回答30到31題 第30題是問 若紙袋向左移動 則下列哪個迅速較符合紙袋的運動形形 因為紙袋向左運動 所以我們左邊的點是第一個點 右邊的點是後面的點 但我們看到他前面是5、7、9、11 感覺應該是做等加速度運動 但這裡之後呢就變成12 是維持所謂的等速度運動 所以他並沒有全程都做等加速度運動 所以選項A是錯的 那麼1點之後呢都是維持12 所以應該是等速度運動 所以B選項說 1點之後速度漸漸變慢也是錯的 但我們在前半部的時間 在1點之前是越來越快 F之後呢是1點之後 F這邊是維持所謂等速度 所以珠點的順時速度應該比F要來小 所以C的敘述也是錯的 那麼B珠的平均速度等於C的順時速度 這個如果要算的話有點麻煩 那我們可以用我們後面第31題會提示的一些做法 可以好好地去做出來 不然我們可以有個觀念一個想法 叫做等加速度運動 時間一半的速度 就是這段時間的平均速度 也就是說比如說 我們呢0秒到1秒的平均速度 就是0.5秒的順時速度 好時間一半的時候的順時 就是這段時間的平均 所以呢我們的B跟珠 我們的一半呢就是C點 所以C點的順時呢 就是B珠之間的平均 所以珠選項是對的 所以第30題問我們說 若子帶向左移動 下列哪一個敘述較符合子帶的運動形形 我們答案選的是珠 B珠點的平均速度等於C點的順時速度 好